绑着兔耳朵造型 跳着招牌三振舞 来自南韩的20岁超级新星李朱莹 近期在台湾爆红后 不断传出明年李朱莹有望来台湾发展 不过所属经纪公司近日受访坦诚 已经知道有台湾其中一间球队来洽谈 可惜最后没有签约 而她也提到以现况来看 不确定李朱莹是否会继续当啦啦队 这上李朱莹过去接触的经纪公司 并不是很好的公司 所以李朱莹如果未来要选择 台湾当地的经纪公司 也会特别小心 毕竟身边的人都不是韩国人 沟通不容易 也可能没有办法获得正确资讯 不过来到台湾作为啦啦队员 就像是艺人 有机会接触到广告和综艺节目等机会 这也是为什么在韩国累积 一定资历的啦啦队员 会想要来台湾挑战 东森新闻综合报导